主席 不好意思 我再對你講 主席 以及各位委員 就是 感謝政府 為 感謝政府 長遠的願景 提規範 也照顧了一些 沒有房子的 也是他們的心聲 我們有房子也是要提讓他們沒房子 所以說政府這個配套 本來是兩百一的 變成四百 如果是他們 能夠降低的話是最好 能夠降低一些 他們也可以達到 附近的 比照附近的話 你可以四百的話 我們大家附近的話 也可以比到四百 主要是 公家單位 你把 把這個計畫 周圍的 透寬 基地有透寬 其他沒有透寬的話 應該是 到時候 這樣來交通的話 一定是混亂的 因為 那些保安 消防 還有其他商業 夠向到的話 你停車方面 一定會 到時候一定是會有相當的 有相當的 煩亂 所以說 我們 主要 相當的 你要 一定要 再提出 再重新規劃一下子 你 政府的話 兩百 可以 我們 兩百一的 變成四百的話 那 等於就是 容許政府 會 官家可以放火 百姓不能點燈 那 整合 不能 這樣的比例 所以說 我們比照 我們周邊的話 如果將來的話 都更的話 齁 再來或是 聯合共工的話 跟 接近聯合共工的話 比照政府的 多少就多少 不能說 政府可以 四百 我們就只有兩百 哦 希望是政府這樣子 來給我們 這樣 如果四百的話 如果是福德街的 藍色基地 藍色基地的話 它可以 以 撞現在四百的話 那早就解決那個 所有的 那個 戰體的話 203 204的話 早就解決了 不是嗎 所以說 你政府單位 你要稍微一個 頭腦 稍微 轉彎一下 希望政府能夠 提出這個 我代表 我的想法 好 謝謝 你是 侯秉聰先生 喂 那個 陳議員剛剛在講 景行禮 以前我在景行禮住了十六年 才搬到我們現在這裡 景行禮就是景美街夜市那邊 那一棟大樓 本來剛剛講說社福用地 結果搞了半天 二樓 一樓是 幼兒園 二樓是 婦女中心 其他的 好像都不是 社福用地的 變成 我們現在同樣的問題 有圖書館 有 區民活動中心 結果現在來看的話 也算文字館 辦文字館 那原來我這樣才知道 原來當年是要規劃老人 福利的中心 福利的那個 養護所之類的 但是現在 從那一棟大樓 蓋得差不多的時候 旁邊 的那個養護所 生意 非常好 而且一間一間 蓋起來 旁邊的一棟大樓 本來二樓四 再來變三樓四 再來變四樓四 結果 每一層樓各自發展 造成一大堆問題 現在還在打官司 打到高等法院 所以我在講說 我們在規劃的時候 要靠 看著未來的 情況 那現在大家已經都預期到了 我們這個 這個衝突會非常嚴重 所以我還是跟上次建議 剛才第一號講的 有一點錯誤 這邊不是松茸嶺 這邊是大那個中坡嶺 那一邊的中坡嶺 所以顯然中坡嶺 是最大面積的 那如果原來這個大人嶺 如果沒辦法 承接那麼多人進來的話 可以考慮 將來這個撥到中坡嶺去 那其實我最大的建議是 乾脆成立一個信義示範嶺 他們不是早就講到 里長要官派嗎 我們來官派一個 做示範嶺 以後里長不要選了 這樣麻煩 那這個 這將來信義示範嶺 跟信義計畫區一樣 當年我們信義計畫區開發也是 哇問題大 得乾脆就弄一個信義計畫區嘛 那現在蠻成功的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個 剛剛講了半天 消防車在哪裡 我們安全消防的部分 還是不太夠 那大家一直在爭執的 原來是整體的開發 我的建議是 現在是不是你在規劃的時候 有一層樓 用那個大客車 高度的 作為防災的空間 這防災包括我們現在在推那個 核災啊 不是好市長也講 我們要做啊 核災的 什麼中心啊 這個名稱我忘了 是不是有一層樓規劃做 防災的預定 那 防災的預定地 預定樓層 然後還做 大客車的轉運站 地下的轉運站 還有剛剛講消防車的 那這個 我知道我們這個市府啊 急著要開發 是不是根據這個 你也可以暫時說 那個開發的進度跟後面來配合 把那個預留嘛 跟那個收購站那時候一樣 哎 夠夠的時候 預留 然後到時候捷運弄的時候 可以接軌 把它只要打通就可以接軌 那個商業區要開發的時候 就把它接軌 也許將來就是一個大面積的一個 示範的核災的防範中心 還有防災的中心 不然台北市還有哪個幾個地方 可以做什麼核災的 這種 防災中心啊 謝謝各位的建議 謝謝 下面一個 下面一個 還有沒有 國際唱色 知道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